谁看啊 我 伸舌头 伸舌头 舌苔薄 脉相虚 肝气欲质 气血不足 再加上运行不畅 这不通啊 自然而然也就痛啊 是不是减过肥啊 我就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就喜欢把自己的身子 往死里做 我看这黑眼圈 平时是不是熬夜啊 不能熬夜 熬夜伤身体 熬夜那是对身体 最大的损耗 知道吗 大夫 您可太厉害了 体虚 贫血 经期不通 我给你看个方子 回去调理一下 那这个药苦不苦啊 药不苦 还能是甜的 记得按师傅用 对了 医生 你帮他也看看吧 他被病好久了 别了吧 我这点小毛病 不要麻烦大夫了吧 别啊 我们有福同享 有苦同长嘛 小伙子 会极其可不行啊 人呢 有两个根本 慎是先天之本 慰是后天之本 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啊 一旦后天之本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先天之本也会不充裕 不充裕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甚亏 甚亏 你们也不想有什么问题影响了传宗接代 或者是夫妻之间生活的和谐 和谐 和谐 挺和谐的 谁让你伸手的呢 伸手 对不起 外感含邪 脾胃虚弱 平常胃病犯的时候 是不是都吃细药给压下去了 这胃病啊 还是得靠养 不仅得按时吃药 还得注意饮食 你们夫妻俩呢 回去互相监督一下 行吗 一定互相监督 陆总 太太 中午药啊 要趁热喝 听到没 趁热喝 你喝我就喝啊 我 我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我都喝了 你想耍赖是吧 一定是你的药不苦 醉下喝了这么干脆 陆总啊 您就别逼太太了 这药啊 我刚才尝了一口 确实是太苦 要不 亮亮再喝 厨房的火 我还没关呢 简安 你先坐下 哪有你这么强迫人的 简安 我告诉你 你现在身体 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这药你必须得喝 这药你必须得喝 这样吧 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 你让这碗药一大口喝下 让药尽可能少的 与味来接触 要快 然后马上含一颗糖 就能化解苦涩的味道 你能行吗 能行吗 你觉得我的计划 什么时候失败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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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苦啊 疼啊 拖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借我 孩子的笑 眼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拖延只要你说需要 我就知道你没按和信 所以还苦吗 你不苦啊 嗯 我先讲出去吧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我不是想要求你吗 对你来往前 对我不是想要求你吗 到你来往前